这里是一座被殖民的高科技星球 这里到处都是厚厚的冰面 一家人正在抱怨着由于是外来人口 所以处处受到歧视 倒是儿子小伟觉得这里还不错 由于星球充满了高科技 环境恶劣 所以这里大部分年轻人都是经过改造的特殊人 而小伟为了融入星球也接受了改造 改造人拥有超强的体魄和运动天赋 哥哥大伟正在一旁偷听 由于哥哥不合群 所以他一直迟迟不愿接受改造 连父母都嘲笑他是一百光年来 唯一没有经过改造的孩子 父母嘲笑他懦弱 哪哪都不如改造过的弟弟 他们的对话都被大伟听早而理 这天晚上小伟穿好衣服 打算和钢节时的好友们一起出去玩耍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父母眼中的这么差劲 哥哥大伟破天荒 想要跟着弟弟一起出去恋恋胆子 他们在冰天雪地中穿过腐朽的大街 这里到处都是流浪汉 他们虽然经过改造 却处处透露着堕落与腐朽 时不时还要嘲笑兄弟俩是外来人口 找找优越感 弟弟的朋友都是一些经过改造的朋克青年 他们体能强不惧严寒 弟弟上前与他们打招呼 而穿着大棉袄戴着帽子的哥哥 与他们显得哥哥不入 围守的平头节开口闭口就是外来人口 他们正准备去冰面上看双筋 这是星球上独有的巨型动物 看双筋不但需要超强的体力和速度 还要不为严寒 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 哥哥被动得瑟瑟发抖 刚来到冰面就差点被一阵大风刮跑 据说双筋的体型非常大 筋支大 二三四五过顿不下 平头姐介绍 金鱼不喜欢这些机器的噪音 一旦机器停止工作 金鱼就会撞开冰面飞跃出来呼吸 一般情况下 双筋会在撞击七次之后跃出冰面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金鱼撞击七次以前 从这里跑回安全地带 这便是他们经常会进行的极限运动 伙伴们都非常兴奋跃跃欲试 只有哥哥瑟瑟发抖 就他这体能跑也跑不快 可这逼装也装了 临时退缩显然会让大家更加看不起 大家开始拿出烟斗 每个人吸了一口壮胆 哥哥为了合群也被迫吸了一口 哥哥从来没有抽过烟 一口下去头晕眼花 竟然陷入了一片幻境 眼前的景色美轮美奂 脚下的冰面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就在他沉迷幻境之际 耳边响起了弟弟急切的呼唤 我们要去 Sitch 停下来 我们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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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Sitch 鱼开始撞击冰面 伴随着平头姐的呼唤 四个青年腾跌而起 身后的俩兄弟紧随其后 弟弟跑得很轻松 可哥哥却始终跟不上 双筋很快撞击第二下 弟弟气喘吁吁一个猎浅 第三下 第四下 一下下刺激着哥哥的求生欲 弟弟放慢速度等待哥哥 却不是被第五下撞击 一下腾空而起 一面刺伤了弟弟的右脚 他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好人们却嘲笑着置之不理 只有哥哥不顾生命危险 背着他负重前行 幸好双筋第六次撞击的冲击力 让兄弟俩有心无险到达了安全地带 壮观的双筋腾空而起 哥哥终于第一次有心目睹了双筋 故事最后 伙伴恶作剧抢走了哥哥的帽子 弟弟约而起 帮哥哥取回了帽子 哥哥也在那个瞬间 明白了弟弟的良苦用心 兄弟俩谈论着刚才壮观的场面 在冰天雪地里 渐行渐远 这集故事的画风很棒 最大的争议便是 弟弟到底有没有真的受伤 我的理解是 弟弟确实受伤了 只不过因为是改造人 所以恢复得比较快 要知道当时双筋已经撞击了第五下 如果他不是真的受伤的话 一定会第一时间带着哥哥逃离 又或者他的伤口早已恢复 只不过是想在双筋撞击第六下之前 给哥哥一个找回自信的机会 再强的提魄也比不上血浓与水的亲情 哥哥要的不是简单的包容和让步 而是自作和存在感 另外也有人提到双筋只撞击了六下 说明冰面在变薄 也暗示了温室效应 所以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在说兄弟情 更有呼吁环保的暗示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三个故事 长生与新生 故事的背景在未来世界 警察们踹开了破败的房门 在屋子里疯狂地翻找 为首的男主冷漠地看着老太太被审问 老太太不住地恳求 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最终他们在屋子里找到两个年幼的孩子 老太太被带走 无知的孩童被留在了屋子里 可爱的孩童被毁灭 他在临死前 甚至还想将手中的恐龙玩偶送给男主 执行完任务 男主驾驶汽车冲破云霄 云端上是繁华的上流社会 这里是富人们生活的地方 男主的女友正在歌剧院唱着冬听的歌谣 舞台上的女友光彩照人 男主却一脸落寞 在未来世界 富人们已经实现了长生不老 而与此同时 地球上的资源也在渐渐枯竭 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资源 富人们用长生代替了新生 他们颁布了法律 不允许生育孩子 所有私自生下的孩子 都会被警察消灭 女友笑着说 如果不是为了长生不老 他真想为男主生个孩子 男主似乎受到了触动 可女友却突然哈哈大笑 在他看来 为了孩子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 男主望着指尖的血迹 陷入深深的自责 尽管同样的事情 他已经干过很多次 耳边的呼唤声将他拉回了现实 女友在歌唱比赛上获得了奖品 巧合的是 奖品居然也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偶 第二天 男主陪着女友进行回春治疗 烦恼还童的药剂注入身体 女友瞬间又年轻了不少 甚至在回去的路上 都忍不住贴上了男主 男主没有兴致 他还没有从昨天的阴霾中走出来 后座的恐龙玩偶 不断提醒着他所犯下的罪恶 这天 男主又借到了新的任务 同样是处理掉私自生下的孩子 同时抱怨这些父母就是大脑短路 居然会为了吵闹的孩子 放弃长生不老 孩子的父亲悲痛一绝 他抢走了警察的配枪 大骂男主是该死的禽兽 子弹擦过了男主的脸 乱枪过后 这位父亲倒地死去 他看到了那位父亲脸上的悲痛 失去的孩童 不断刺痛着他的神经 男主不想再继续忍受这样的折磨 他甚至将恐龙玩具送去藏品店 这里堆砌着各种各样的破解玩具 每个玩具的背后 都有一段血腥残酷的杀怒故事 这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位年轻女子 老板娘说女子已经200岁 他买了一个玩具匆匆离去 出于警察的直觉 男主跟踪上了这位年轻女子 一个已经200岁的上流人士 居然甘愿放弃长生不老 居住在这种破败的地方 他拿着枪缓缓走进了屋子 他的猜想没有错 女人果然生了一个孩子 望着眼前的男主 女子当即死死护住怀里的孩子 出人意料的是 男主并未开枪 他只是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放弃永生 放弃财富 只为了生于一个吵闹的孩子 女子回答 因为他并没有爱自己 爱到想长生不死 在他看来有了孩子才叫生活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 他已经活了200多岁 金钱和长生 已经无法为自己带来快乐 孩子的出现 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望着孩子清澈的眼神 男主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懵懂的孩子不知恐惧为何物 他试图为男主戴上帽子 年轻的母亲望着眼前和谐的一幕 眼中满是悲怯 他试图抢走男主的枪 却反被他按挡在桌上 母亲的挣扎 吓坏了一旁的孩子 他在哭声中不断地求饶 他愿意一命换一命 杀了他 放孩子一条生路 那一刻 男主如梦初醒 他在吵闹声中仓皇逃离 甚至丢下了代表着他职业生涯的帽子 他跌跌撞撞走出屋子 却见孩子的哭声 早就引来了自己的同事 同事望着他 一脸的不解 男主为了保护孩子击杀了同事 自己也身受重伤 他颤颤巍巍地行走在大雨中 仿佛雨水能够冲刷干净曾经的罪恶 最后 他瘫倒在了破败的大楼前 那一刻 他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 向死而生 犹如凤凰逆盘 他用生命完成了救赎 可是那个孩子是否能一直活下去 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集故事改变自科幻小说家 保罗巴奇亚鲁皮的灭杀小组 曾在2013年被经典杂志《科幻世界》刊登过 另外故事中也有很多地方至今的营业杀手 像是男主的身份 下雨的城市 男主的结局 故事再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长生还是新生 这是一个问题 上流社会的富人不愿离去 云端下的穷人就永远也挤不进聚会 如果不生孩子就能获得永生 我想大部分人是愿意的 可是当我想收够了财富 自由 名利 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 没有孩子的人生是快乐的 没有更多的经济压力 没有累赘 没有烦恼 可以全世界旅游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同样 拥有孩子的人生也是快乐的 孩子能带来前所未有的乐趣 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看世界 丁克无法感受到拥有孩子之后的天伦之乐 同样有孩子的人生 也无法体会到丁克的那份轻松自在 两种人生无法共情 但也大可不必相互指责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